大家好,欢迎来到幽剧社,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丑男追女神的爱情故事,由五田铁屎和浅野瘟子主演的日剧,101次求婚。 作为90年代三大日剧之一,曾在中日两国热播,至今让人记忆深刻,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一部影响了我爱情观的日剧,看过的就重温一遍吧,没看过的,跟随阿剧的脚步往下看。 男主叫星野达郎,今年四十有余了,在建筑公司任职十多年,目前仍是一名鼓掌,事业上平平无奇,爱情路上也诸多坎坷,到目前为止,他已经参加过99次相亲,但没钱又没颜值,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,而他的弟弟纯平则跟他相反。 不仅是就读于法学院的大学生,还长得高大帅气,很有女人缘,对比之下,达郎更加尴尬。 因为父母走得早,兄弟两人相依为命,虽然都是一个爸妈生的,但哥俩的差别又让人很怀疑这一点。 纯平的朋友问他跟哥哥长得像不像,纯平说发型还挺像。 这时达郎回来,朋友见到,还以为是送外卖的大叔,达郎气得火冒三丈,刚刚喝得有点头晕的,港村梁子被他吓了一跳。 他想帮忙收拾一下,纯平示意让他先回去,不用想,哥哥一定又是相亲失败,所以才有这样的暴脾气。 达郎表示自己放弃了,这辈子就做个单身狗吧。 话虽然如此,第二天的相亲他还是去了,看着对面这位身材丰满的女子,估计一顿至少吃三碗饭,第二位一脸浓妆,估计卸妆后跟他一个样。 第三位不要想,媒婆又不是没见过自己,绝不可能介绍这样的美女,事到如今也不要挑了,谁叫自己长成这样,但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有惊喜。 这次的相亲对象还真的就是这位美女。 女人叫石炊勋,是交响乐团的资深大提琴手,因为已经年过三十,同样正为母亲拼命催婚,安排相亲。 但阿勋因为某些原因始终没有答应。 村泽上人是跟阿勋同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,喜欢阿勋多年,想求阿勋的妹妹千惠告诉她。 当年阿勋的前任给她求婚说过的话,千惠有点小心思没有告诉她。 另一边,千惠劝姐姐,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,没必要一直沉浸在里面。 于是,阿勋决定尝试下相亲,就当缓缓心情。 纯平是个动漫迷,是学校动漫社的老人了。 千惠今天被两个同学拉到了这里,被人误以为她想要入社。 千惠赶紧解释,才不会像他们一样幼稚。 但是,看了看时间,突然想起好像有些事要迟到,刚好纯平和她要去同一个地方,于是她坐着纯平的摩托一起前往。 到了地方又刚好发现,都是陪自己人相亲。 千惠忍不住对达郎的长相评头论足,那脸型和发型的搭配看上去像只螃蟹。 阿勋虽然也想控制住,但也有点忍不住。 达郎感叹自己的人生,总算也会遇到点好事情。 为表诚意,达郎提议换个场地吃点东西。 为了有更好的印象,纯平让哥哥把职位说成部长,并且这是他的第二次相亲,因为工作太努力,都没有机会谈恋爱。 阿勋其实看得出有点假,但也没有拆穿,为了不让他们得意忘形,阿勋主动问起, 达郎喜欢的类型。 达郎其实也很清楚,自己跟阿勋根本不可能,承认自己并不是什么部长,也不是第二次相亲。 即将被他拒绝的这一次将会是第一百次,不过他已经习惯了。 即便知道没戏,也很感激跟他有一次这样的相遇。 阿勋看他一副没志气的样子,忍不住说了两句。 看着达郎独特的跑姿,阿勋才发现好像引起了什么误会。 果然,达郎跟弟弟说了这个消息后,两个人都兴奋不已。 千惠说他废话太多引起了误会,但是好久没看过他像今晚一样笑得那么开心。 达郎开心地给部下分享着这次相亲的喜悦,发现新来的前台接待, 竟然是上次淳平带回家里见过一面的港村两子。 淳平在食堂遇到千惠,得知阿勋正考虑如何拒绝达郎, 这次相亲是应父母要求参加,根本没想通过相亲结婚, 让他们哥俩别抱有幻想。 上人在酒吧里直截了当地跟阿勋求婚, 但阿勋明显还是忘不了前任,拒绝了。 即便主动有力地争取,他还是委婉地表达了歉意。 原来,三年前在结婚当天,阿勋的对象真必方知, 因车祸抢救无效去世,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渐渐走出这段感情, 但今晚发现自己还是沉浸在那段日子里, 于是他很快给买了香槟准备庆祝的达郎打去他期待已久的电话。 早已知道结果的淳平不抱希望, 果然,哥哥回来后说,喝酒比香槟更适合今晚。 阿勋认为自己已经结过婚了,再也不会跟任何人结婚。 看着又沉浸在过去的姐姐,千惠主动约达郎见了一面。 达郎谢谢千惠的好意,但他还是有自知之明, 即便再被安排见一次,也没有希望。 于是千惠告诉达郎,只要一句话就能挽回姐姐的心。 面对再次见面的达郎,阿勋有点生气, 在相亲不成文的规定里,被拒绝了还找对方的行为有点无理。 达郎其实也很有压力,但在吞吞吐吐之下,还是说出了那句誓言。 阿勋认为达郎是真臂的转世附体,兴奋的不能自已。 上人觉得一定是哪里听说的,不要中了中年人的奸计, 阿勋觉得不可能,因为这句誓言没几个人知道。 除了妹妹千惠,还没听千惠解释,达郎他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誓言的来历。 阿勋就把他的行为定了性,一种为达目的的卑鄙的利用自己弱点的把戏。 达郎不知道,恶补了一桶古典乐,屁颠屁颠的一身正装来到了现场。 演奏会结束后,阿勋把达郎带到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富家子弟家里, 从财富、财华、样貌出发,通过现场其他人的嘴里, 对达郎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。 达郎没有脾气,认清了事实,仿佛被同一个女人二次抛弃。 阿勋回到家才知道,千惠并没有跟达郎说那么多, 只是告诉他这句话能够让姐姐开心。 阿勋才发现自己今晚过分了。 纯平看到哥哥垂头丧气,备受打击, 想要跟阿勋见一面讲一讲理。 但在知道那句誓言对阿勋的含义, 以及他的主动道歉后,反而引起了他的同情。 而达郎这边独自对着大海莫名伤感, 即便千惠亲自前来为这次的事道歉, 他也已经放弃。 今后对结婚这件事不抱任何希望。 但回到家接到阿勋约见的电话之后, 他就忘了刚才说过什么。 纯平想要把阿勋的情况跟达郎说明, 但看到他再次燃起的希望, 只能把这事放了放。 千惠觉得道歉在电话里说就够了, 又见面怕是又要引起误会。 果然,达郎一见面就弹起了他们的未来, 而且自己刚刚发了82万的奖金, 想去吃什么都行。 这时候,钢琴奏起让他永生难忘的离别曲, 再次回忆起和珍碧的银幕幕, 知道不明确一点的话, 这个男人不会死心。 于是,让达郎不如把奖金都拿去赌码, 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, 展示自己有这样的爱好, 挑战一个勤俭之人的价值观, 他总该放弃了吧, 但他低估了爱情让人麻木的能力, 何况达郎本来就一根筋, 他真的把82万全部买了马圈。 阿勋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, 于是跟他一起看了今天的赛事直播。 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, 达郎倒也洒脱, 他知道这是阿勋拒绝自己的借口, 虽然原因不一样, 但他想起, 曾经因为在婚礼当天被逃婚, 而终止了婚礼, 要是当时自己也有这样的勇气, 也许结果就能不一样。 虽然害达郎输了82万, 但阿勋还是明确表示, 自己永远不可能喜欢他, 也不会结婚。 之后, 达郎经常去阿勋上次跟他见面的钢琴吧, 期待跟阿勋的偶遇。 淳平被大哥连累, 连续几天只能鱼竿就白反, 在学校遇到千惠几个, 正烦恼的问他选A餐还是B餐。 淳平一反常态, 夸千惠真好看, 看着狼吞虎咽的淳平, 千惠才知道, 因为姐姐的原因, 达郎没了82万的奖金。 情场失忆之时, 失业之头给了达郎惊喜, 部长通知达郎已被内定身为客长, 本以为一辈子只能做个小队长的达郎, 别提有多开心了。 前台的梁子找到达郎, 希望能给他帮帮忙, 达郎为了不被讲闲话, 准备带他去钢琴吧, 在车上得知是被部长骚扰, 希望达郎能为他说几句话。 刚想到里面慢慢说, 却遇到了阿勋和上两个人, 为了不引起阿勋误会, 想要解释些什么, 结果吞吞吐吐, 反倒让阿勋误会他强迫下属。 以为他跟阿勋会因为这事彻底黄了, 纯平今天带他一起去参加千惠二十岁的生日会, 跑调的希望再次回归。 习仙说清楚了, 之所以会跟梁子去钢琴吧的原因, 上人也想把事情说清楚, 阴阳怪气的暗示达郎, 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 既然阿勋明确拒绝他, 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。 但阿勋也同样当着所有人的面, 表示不会接受上人, 于是气不过的纯平认为他也只是个竞争者, 凭什么刚才这样说, 后来都不欢而散。 阿勋为上次钢琴吧的事道歉, 称赞达郎是个正义使者, 一定会谴责欺负下属的部长。 达郎被夸得有点飘, 阿勋不知道, 因为他的一句话, 达郎已经快到手的客长之位, 也跟着飘走了。 阿勋弹着那首离别曲, 正沉浸在和真逼的过去, 泪流不止, 而被达郎拯救的梁子找到阿勋, 告知达郎因为帮助他, 而失去了客长一职, 并且部长是社长的儿子, 恐怕这辈子也别再想升职。 上人在钢琴吧遇到达郎, 为自己上次说过的话道歉, 还与他说明了, 阿勋之所以不会再考虑结婚的原因。 听到这里, 达郎彻底死心, 自己怎么跟一个有才有貌的钢琴家比, 虽然对方已经离去, 但知道阿勋找他后, 达郎瞬间把刚说过的话忘记。 阿勋很抱歉, 因为自己说了不负责任的话, 害他丢了客长一职, 把原本准备奖励给, 完成功课的孩子们的贴纸, 当作是给他的奖励和歉意。 看着离开的阿勋, 达郎忍不住鼓励他走出过去, 并大声地表达心意, 自己可以代替他给他幸福。 跟闺蜜桃子谈起, 知道自己这种要求有点无理, 但当时自己的情绪爆发, 一时也没有控制住啊, 而达郎当时整个人也呆住了, 超出了大脑的认知度, 达郎想要把当时遗落的钥匙送回给阿勋, 阿勋没在家, 千惠先将了他一军, 劝他差不多该放弃, 然后千惠出去买点菜, 准备待会儿一起吃个最后的晚餐, 差不多就散。 或许, 因为受到了打击, 平常脾气极好的达郎, 对找阿勋姐妹俩的陌生大叔一点都不客气, 言语之间非常嫌弃, 忘了自己只是暂时帮忙看家, 直到阿勋回家, 才发现是姐妹俩的爸爸, 达郎被吓得几乎趴下, 得知达郎是妈妈安排给阿勋相亲的对象, 阿勋爸爸气得够呛, 幸好达郎有个好弟弟, 他求千惠帮帮帮自己哥哥, 于是第二天, 千惠带爸爸去看戏, 制造了和达郎的偶遇, 为表诚意还请阿勋爸爸吃饭, 但听到他们此行前来是要带阿勋回老家, 不想他在无所事事的玩音乐, 达郎心里乱作一团, 用说教的语气纠正他, 达郎说阿勋的演奏充满了魅力, 并不是他口中的儿戏, 当达郎反应过来自己有点过激时, 阿勋爸爸已经气冲冲的离去, 纯平夸哥哥干的真棒, 自己用心良苦的安排, 最后却搞砸了, 气得转身就走。 阿勋爸看了会儿女儿在演奏会上的表现, 回想起之所以让阿勋学音乐的原因, 阿勋家经营印刷厂, 阿勋爸爸常常用沾满墨水的双手抱着小阿勋, 不想让小阿勋跟自己一样, 所以让他学点音乐培养点气质, 本来只当兴趣培养, 没想到阿勋却常常拿奖, 甚至现在以此为业, 他本以为阿勋继续投身这一行, 是因为怀念真壁, 所以想要带他回去, 但今天看到他在台上享受的模样, 确实跟达郎说的一样, 于是主动放弃, 想要带阿勋回老家的计划。 阿勋虽然不知道达郎具体跟爸爸说了什么, 但还是非常感谢达郎, 只是阿勋再次强调, 哪怕百分之一都不可能, 一根筋的达郎始终不死心, 特别是当他知道, 阿勋因为看到爸爸担心自己, 始终无法忘记真壁, 临时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去的事, 虽然知道只是回去三天, 但达郎始终无法入眠, 害怕再也见不到阿勋。 就在回老家的第三天, 阿勋决定不再为真壁流泪, 因为不想爸爸也跟着为他操心难过, 面朝大海, 准备跟真壁做最后的道别, 就在这时, 达郎意外又不奇怪的出现了, 看着因为车子半路抛锚, 弄得一身狼狈的达郎, 阿勋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, 纯平让哥哥趁热打铁, 主动帮他打电话给阿勋, 达郎还在扭扭捏捏, 电话里吞吞吐吐, 半天始终没敢约, 还是阿勋够直接, 主动问达郎是不是想约, 于是达郎周六精心打扮一番, 连阿勋也夸好看, 但是阿勋身边跟着一个小屁孩, 一路在搞怪, 小屁孩名叫玉泰, 是阿勋钢琴班的学生, 父母正在闹离婚, 疏于照顾, 所以带他一起出来玩玩, 夺了个电灯泡, 达郎挺无奈, 为了好印象又得照顾好他, 但玉泰不省心, 为了引起父母注意, 故意去偷东西, 结果连累阿勋被责怪, 于是达郎又为了阿勋, 跟别人说教起来, 达郎觉得自己又有点过激, 怕因为他的原因, 让玉泰不能再去阿勋那学亲, 但恰恰因为他说了那番话, 玉泰母亲给予了孩子更多的关心, 所以阿勋为了感谢达郎请他吃饭, 席间竟然还遇见了当年逃婚对象, 和现任的丈夫一起吃饭, 对方丈夫曾经还因为妻子, 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有点吃醋, 但现在看到达郎的这副模样, 不但放下了, 还不忘顺带嘲笑一番, 阿勋看不过去, 主动站出来, 表示正在跟达郎交往, 对面刚准备灰溜溜的离开, 达郎想知道, 当初自己被逃婚的原因, 言语之间都是因为自己的不足, 而导致对方逃离, 阿勋有点生气, 为什么达郎总是喜欢责怪自己, 别人都骑到他头上去了, 他都还是这么好脾气, 忍不住劝说他, 个性是可以改变的, 他也可以变得更有力量一点, 改变, 达郎实在也不知道如何改变, 但知道梁子学过钢琴后, 想要拜托他教教自己, 至少能有点阿勋喜欢的前任的影子, 随后他去了桃子的乐器店, 想要买本练习册从头练起, 桃子让达郎追阿勋要有点策略, 例如消失一段时间, 创造若寄若离的感觉, 达郎表示, 以他的条件玩消失, 那就真的消失了, 于是桃子故意说, 阿勋因为三年以来太寂寞, 跟别人一夜情怀了孕, 所以才在自己这里开班交勤, 拼命赚钱, 想要独自抚养孩子, 桃子给他结了账, 刚想要说是开玩笑, 却发现达郎不见了踪影, 连忙叫阿勋出去, 给达郎找灵, 达郎竟然也不管不顾的离去, 阿勋后来才知道是桃子搞的鬼, 于是打电话想要解释是个误会, 但淳平看哥哥因为这件事之后, 天天早出晚归, 无精打采, 一看就是买醉去了, 所以对阿勋这种, 想要找接盘侠的行为很唾弃, 让他永远不要给哥哥打电话, 桃子反倒觉得这种结果挺好的, 因为如果阿勋确实不想跟达郎有任何发展, 正好借这个机会断了联系, 如果在意的话, 怎么拦也拦不住吧, 阿勋其实也不相信, 自己有一天会因为达郎的事熬到三点都还没睡, 忍不住打了电话, 但响一声就挂了, 上了床还是辗转反侧, 于是早上又亲自去达郎公司找他, 只是又临时退缩了, 在前台接待的梁子看见了他, 告诉阿勋达郎最近经常早出晚归, 不是因为买醉, 而是另外找了份兼职, 从晚上干到早上, 阿勋跟千惠说起, 也有点难以置信, 达郎竟然会相信桃子这种漏洞百出的小把戏, 随后他决定去工地找达郎, 说明自己的情况, 还没等阿勋说明, 达郎就表示自己不介意, 他没有想过那是别人的孩子, 而是阿勋的孩子, 他会尽快在孩子出生前攒下一百万, 让阿勋不要担心养孩子的资金, 直到阿勋哭笑不得的说, 怀孕是假的, 自己并不是这么随便的人, 达郎才如是重负, 但现在有些东西成真的, 那就是阿勋真的喜欢上了他, 我喜欢我的事, 我喜欢的事, 幸福来得太突然, 达郎在房间里兴奋的鬼叫, 吓得纯平心惊胆战, 只是阿勋看看衣柜里的那套婚纱, 意识到有些事还是不能放下, 陶子提醒他跟相亲对象说, 喜欢他, 换谁都觉得, 这是要往结婚的方向发展了, 还是千惠更了解自己的姐姐, 跟纯平说, 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, 果然阿勋也在想怎么跟达郎说明, 现在的他虽然喜欢上了达郎, 但又不代表着可以结婚, 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, 阿勋强调自己并不是在玩弄达郎, 他很害怕, 自己曾经是那么深爱和期待, 却偏偏出现了意外, 他害怕在爱上了另一个人后, 那个人又会再次离开, 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, 他真的不想再来一次, 为了让女主石炊勋战胜在结婚当天失去未婚夫所产生的恐惧, 达郎居然用肉身拦泥头车, 证明自己不会像他一样自去, 阿勋被感动, 让达郎给自己幸福, 答应嫁给他, 而高兴的达郎回过神来才感到后怕, 妹妹千惠很支持姐姐做的决定, 还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上人能够对姐姐死心, 提前告诉了他, 上人的反应倒是不惊讶, 并且拜托千惠帮他约姐姐今晚见一面, 达郎和淳平在搞怪的幻想着婚礼的现场, 知道哥哥上次82万都买了马票钱花光了, 所以把自己存了多年的一百万存折交给哥哥, 达郎正感动有这样一个弟弟, 千惠那头就给了他惊喜, 得知阿勋去见了情敌, 达郎虽然惊讶, 但弟弟也在一旁煽风点火, 说达郎心里没有不安, 那是骗人的, 阿勋和上人这头去了宾馆, 阿勋没有就范, 上人也没有霸王硬上宫, 只是一时冲动, 阿勋说之所以会跟上人去宾馆, 是想证明自己不是随便说了算, 上人也服气, 自己也确实不如达郎, 为了得到阿勋, 并没有付出过什么, 反而达郎日复一日, 看似笨拙的行动, 逐渐把阿勋的心攻破, 所以上人承认自己输了, 达郎在公寓楼下等了一夜, 阿勋表示没有辜负他的信任, 并带达郎去拜祭真逼, 告诉他自己将要和达郎结婚的消息, 达郎清楚, 他可能永远无法忘记真逼, 但正是如此, 达郎将会更加努力的爱他, 两人一起为筹备婚礼购物, 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, 充满了喜悦和幸福, 陶子还为他俩准备了订婚party, 于是, 勋先回去帮忙准备, 但是, 回去路上发生了似曾相识的一幕, 阿勋盯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目不转睛, 直到对方牵着一个小女孩离去, 陶子劝他放弃幻想, 再相似, 那个人也不是已经死掉的真笔, 只是无巧不成书, 这个男人是达郎的公司新调任过来的客长, 藤井克吉, 现在成了达郎的顶头上司, 因为新调任到这里还不熟悉, 他让达郎陪陪自己, 但达郎想着自己的钢琴课, 所以先走了, 于是, 跟陪上人喝失恋酒的阿勋正好错过, 再次遇见这个和真笔长得几乎一样的男人, 谈话中, 了解到对方虽然有个女儿, 但三年前就离了婚, 真笔也走了三年, 这让阿勋不知不觉越想越多, 难道是真笔的转世附身吗? 上人看出他状态不对, 阿勋承认是酒吧遇到的男人, 跟真笔很像的原因, 可能要让达郎帮助自己, 驱离不切实际的幻想, 阿勋要求达郎当众示爱并亲吻他, 传统的达郎纠结了半天还是办不到, 阿勋表示开玩笑就走了, 但走到半路后, 又对达郎说, 希望达郎能让自己更心动, 藤井带着女儿主动出击, 以女儿生日之名, 邀请阿勋共进晚餐, 阿勋犹豫了一瞬间就答应了, 目睹了这一幕的上人把经过告诉了达郎, 但达郎刚刚花了77万买钻戒, 不愿意相信这一切, 把这理解成是要拆散他们的把戏, 就算是真的, 他也不愿意相信阿勋不是那种女人, 但上人说, 阿勋首先是个女人, 虽然没有告诉他这个男人跟真臂很像, 但也请他不要一副逃避的模样, 藤井来接女儿下课, 桃子也看得有点惊恶, 难怪阿勋魂不守舍, 藤井的女儿也很会来事, 邀请阿勋周末一起到动物园去, 虽然知道他不是真臂, 但阿勋承认已经忍不住被藤井所吸引, 达郎心里不安, 想要将戒指给阿勋戴上再算, 只是戒指连着试了好几次都戴不上, 甚至把阿勋弄伤, 阿勋让达郎放心, 自己跟那个男人没有发生任何事, 达郎终于松了口气, 阿勋电话告诉藤井, 自己婚期已定, 不要再见, 婉拒了今天的邀约, 只是这种决心, 很快因为藤井女儿的助攻动摇, 藤井女儿发烧, 庸人下班早, 藤井也没想到女儿会找阿勋, 也认为他们俩缘分已尽, 这种事儿本来可以拜托桃子, 或者带上妹妹千惠一起去, 阿勋明白是自己还抱有幻想的原因, 再次忍不住盯着藤井, 藤井这才得知自己向阿勋前任的原因, 所以才会让他目不转睛, 达郎这边送来改好的钻戒, 他清楚自己没有什么魅力, 有的只是认真和努力, 剩下的就交给对阿勋的信任, 仿佛感受到达郎的心, 阿勋及时阻止了即将发生的激情, 藤井和达郎说了酒吧遇到的事情, 让达郎今晚与他喝两杯, 顺便带上他一直夸耀的未婚妻, 虽然最终决定权在阿勋, 桃子还是建议他忘记藤井, 但随着达郎和藤井的一同出现, 事情已经变得不能仅靠忘记解决, 不知情的达郎自豪地给藤井介绍阿勋, 并谈论起藤井, 就是在这儿遇到已订婚女人的事情, 他还感叹女人的随便, 以及他未婚夫的可怜, 表示如果那人是自己, 他将会感到羞愤自杀, 看着达郎这半开玩笑的言论, 一旁知情的吧台小哥, 吓得不小心把杯子摔破, 除了达郎, 几个人也哭笑不得, 不知道该说什么, 桃子让藤井认清现实, 阿勋确实被他吸引, 但也是因为前任的原因, 总有一天会清醒, 阿勋则在下车前, 连着跟达郎说了几次对不起, 反应不过来的他, 还以为阿勋只是喝醉了不清醒, 阿勋打算最后见一次藤井, 虽然自己谈不上多爱达郎, 但他能接受自己忘不了前任, 可以做自己温暖的港湾, 只是藤井也已经被阿勋吸引, 又问起阿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, 听闻阿勋要嫁给达郎, 阿勋爸亲自找上门, 未来的老丈人酒品有点差, 但是谁叫他是你爸爸, 也许真的把达郎当做了女婿, 才会这样不客气, 拜托达郎一定照顾好阿勋, 好让他和老家里的老太婆放心, 阿勋看着爸爸能跟达郎相处得这么好, 知道已经获得了父母的认可, 所以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, 知道藤井的事不会就这样解决, 再次约见了藤井, 陶子反对他的做法, 但也知道无法阻止他, 于是陶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, 跟达郎说清楚, 达郎才发现小丑竟是他自己, 但他还是逃避不愿意听, 借口可以相信阿勋, 直到陶子告知达郎他们去了教堂, 三年前和真碧举行婚礼的教堂, 意识到危机的达郎飞快地跑去找阿勋, 阿勋之所以约藤井到这里, 除了让藤井死心, 也是对真碧的一种告别, 藤井就算有着和真碧一样的外表, 甚至一样的声音, 阿勋也要强迫自己一定要看清, 藤井似乎看穿了阿勋的心理, 一旦用言语挑动他的决心, 男主星野达郎因在教堂目睹未婚妻, 与自己顶头上司四下见面的一幕, 被打击得不轻, 女主阿勋刚开始还想证明自己, 不会仅仅因为对方长得像死去的未婚妇而沦陷, 从结果上看, 最后还是被藤井的表白绕了进去, 变了心, 藤井给达郎道歉, 自己是个糟糕的上司, 但那虚伪的样子更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, 虽然考虑他们刚刚订了婚约, 不会这么快就结婚, 但也间接承认了阿勋将要解除婚约的事实, 同时, 他让阿勋不要担心自己在公司尴尬, 因为达郎已经主动递交了辞呈, 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呀, 还真有这样的傻瓜, 达郎从早到晚买醉, 似乎要把辞职金都花光, 喝上了头, 还想强行帮部下找个女朋友, 死缠烂打, 被对方忍无可忍痛打了一顿, 藤井让阿勋无需同情达郎, 这将会显得达郎更加可怜, 但阿勋做不到无动于衷, 把达郎辞职的事告诉了上人和妹妹, 同样, 刚刚得知大哥婚事泡汤并辞掉工作的纯凭很生气, 他很纳闷, 这个女人究竟把哥哥当做什么, 害一个人辞掉做了二十年的工作, 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 阿勋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种罪恶感, 上人让阿勋不必太在乎别人的看法, 人并没有那么伟大, 走自己想走的路吧, 而事实上, 达郎也很快就考虑到这一点, 让阿勋不必在意, 假装自己只是跳槽到其他公司, 待遇还比肩上司, 听闻姐姐是因为喜欢上了别人, 才导致婚事泡汤, 千惠也觉得很过分, 再知道藤井还是达郎的上司, 纯凭更是火冒三丈, 现在的哥哥一定很痛苦, 阿勋说, 从达郎身上夺走了奖金升职, 现在还加上他二十年的工作, 想必他一定恨自己吧, 达郎表示他想多了, 他只怪自己无法站满他的视线, 如果因为同情他而嫁给他, 他才会恨他, 达郎最后只有一个请求, 那就是请阿勋可以在那家酒吧喝马丁尼的时候, 能够想起他, 达郎或许很伟大, 上人也维护他, 但阿勋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配, 直到妹妹跟他说了下面这些话, 阿勋确实感到安心了, 因为终于有人会责备自己, 明明自己做了差劲的事, 这才是自己应该享受到的待遇, 纯凭做了一桌好酒好菜等待大哥, 达郎知道瞒不过, 装作很洒脱, 他其实也对自己很佩服, 竟然对阿勋生不起一点的厌恶, 或许我们之所以会谴责阿勋, 是因为都体会不到, 曾经深爱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, 又有天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感觉吧, 于是最了解阿勋的桃子, 拜托达郎不要放弃, 阿勋现在确实被藤井所吸引, 但也是因为太思念真壁的原因, 相信总有一天会清醒, 总有一天, 究竟是哪一天, 达郎觉得再怎么努力, 阿勋都不会回到自己身边, 何况, 现在自己只是一名丢掉工作的无业游民, 准备躺平的达郎, 看到纯凭带领的哨棒队伍里, 那位一直替补带打的小朋友, 也能成功打出一记漂亮的球, 并且最后成功上磊, 达郎心里干涸的水坝, 又像是被重新灌满了一样, 阿勋跟藤井宣布解除了婚约, 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, 正在这时, 达郎准时杀出, 告诉阿勋自己将要参加司法考试, 不会轻易放弃他, 阿勋很有负担, 他了解自己, 并不值得达郎这样做, 陶子算准藤井这种离过婚的男人, 给不了阿勋幸福, 这也是他鼓励达郎不要放弃的原因, 阿勋奇怪陶子为何这么确定, 陶子解释不清, 因为他现在一页账目, 百般维护他的藤井, 他让阿勋自己去问问藤井之所以离婚的原因, 藤井说, 是因为自己是工作狂, 疏于对前妻的关心, 导致妻子寂寞有了外遇, 并主动提出了离婚, 这样听来当然不是藤井的错, 果然是陶子想太多, 纯平拜托千惠, 让阿勋坏人做到底, 现在他哥哥疯了死的准备司法考试, 四十好几了, 还做个工读生, 只为有个身份能配得上阿勋, 阿勋答应去做这个坏人, 明确表示, 即便达郎真考上, 他们的关系也无法回去, 但似乎效果不太理想, 达郎反而变得更加的拼命, 藤井出差, 阿勋帮忙照顾他女儿美佳, 路上遇见了美佳妈妈, 阿勋得知藤井离婚, 根本不是因为美佳妈妈外遇, 反而是藤井不能把恋爱和婚姻分开, 适应不了从心跳刺激的恋爱, 到慢慢趋于安定的婚姻生活, 说白了就是嫌弃了, 美佳妈妈明年也将再婚, 并会争取美佳的抚养权, 选择的对象虽然只有认真算得上是优点, 但他身上有藤井给不了的安定的感觉, 而这种感觉不正是达郎曾经所带给他的吗? 千惠问, 如何能像姐姐一样优秀, 明明已经知道要跟另一个男人结婚, 达郎先生反而更加努力地备战司法考试, 平常人这辈子可能就一次求婚, 达郎已经一百次了, 第一百次还差点被撞死, 达郎跟弟弟说, 从高中开始就放弃了很多, 唯独这次他想再坚持坚持, 因为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阿勋, 或许很疯狂, 但人生只有一次, 就让他再坚持一次。 达郎确实很刻苦, 同时干几份工作还不忘读书, 虽然结果还没有出来, 但昨天复习的题目, 今天考试正好有处, 达郎有自信, 这次能够通过, 大家都高兴提前给他庆贺。 阿勋终于问起藤井之所以离婚的原因, 虽然他没有正面回答, 但也间接证实了他的谎话。 果然, 结婚对藤井来说, 就真的是爱情的坟墓, 阿勋的爱可从来没有淡泊过, 即便真必真的进了坟墓。 阿勋慢慢发现, 这跟自己对藤井的想象不太一样, 只是现在又骑虎难下, 淳平心疼醉倒的哥哥, 还在背着法律条文, 虽然哥哥很自信, 能通过考试, 但淳平觉得没戏, 于是拜托阿勋今晚到酒吧跟哥哥见一面, 不求他们能够复合, 只求让哥哥心心念念的他, 能够给努力的哥哥一个肯定, 而且淳平已经跟哥哥说了, 是昨晚他喝醉, 阿勋主动打电话约了, 希望阿勋能答应, 阿勋不肯答应, 毕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 就在淳平打电话通知哥哥, 阿勋不会来时, 阿勋却又意外的出现了, 达朗果然向弟弟说的很有自信, 虽然中途多次想过放弃, 但想到阿勋曾对自己说过, 人生能够改变, 他就强迫自己坚持了下去, 但这些事, 阿勋自己甚至都记不起, 只是他记不起的, 但达朗很在意的事, 可不止这一件。 因为曾经见过他, 听到这首曲子后黯然伤神, 达朗就一直默默学习着这首曲子, 达朗说, 两周后司法考试将放榜, 如果通过的话, 自己将把收回的戒指重新放在教堂, 如果阿勋对和藤井结婚有一丝的犹豫, 那就请他戴上。 阿勋认识到配不上达朗的人其实是自己, 即便考试通过的话, 事到如今自己怎么还可能去找他, 但阿勋还是为达朗求了一张符, 保佑他能够合格, 本想叫千惠帮自己送, 但千惠笑话自己是不是改变心意, 于是又想用游记, 但放榜还有两天, 这样一定来不及。 随后, 阿勋气冲冲决定亲自送过去, 只是达朗又刚好出去, 被阿勋看见, 他在神庙里一遍一遍的来回祈祷祭拜,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努力, 多爱自己, 才会这样坚持下去, 而自己又对这个男人付出过什么? 仅仅是一张护身符吗? 或许觉得无地自容, 阿勋把福留下, 自行离去。 上人将要前往德国发展, 在上飞机前告知阿勋, 如果还在犹豫的话, 何不回想真臂的那段求婚誓言, 于是阿勋问藤景, 有没有想过50年后的他会怎样? 藤景明显没有想过这些, 阿勋还傻傻地以为, 自己会从他身上听到跟真臂一样的话, 他现在才明白, 藤景想要娶她, 主要是因为外表的关系, 所以只要漂亮, 换了谁都可以代替, 是他自己太傻, 自己对达郎来说, 却是无可替代, 藤景还搞不懂,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, 以为他要回到达郎身边, 阿勋表示, 已无可能, 这样的自己哪还有脸, 是他自己清醒的太晚, 现在才发现, 回报爱自己的人, 也是爱的一种形式, 即便和藤景分手了, 阿勋自觉, 已经没脸回到达郎身边, 自己是个喜欢了别人, 而毁了婚约的人, 千惠觉得达郎先生一定不会介意, 既然爱你, 他也会爱你的缺点, 如果姐姐真的觉得自己错了, 就抱着承认错误的态度回去吧, 该说的都说了, 剩下的就让阿勋自己想吧, 于是, 阿勋回想起和达郎的一幕幕回忆, 达郎对他喊出求婚誓言的那一幕, 把年终奖全部买了马票的那一幕, 还有, 去老家找自己, 搞得一身狼狈, 为了让自己战胜对结婚的恐惧, 用自己身体拦下泥头车。 一念至此, 阿勋终于忍不住跑去教堂, 但达郎不知道, 阿勋已经改变了心意, 把戒指丢到了海里, 所以, 那戒指和理并没有戒指, 怪自己没本事吧, 生活还要继续, 总不能垂头丧气。 纯平说, 考试虽然失败了, 但这种努力的样子, 让他觉得哥哥变帅了。 不是每个努力的男人, 都能等来属于他们的惊喜, 但正是如此, 为了自己梦想奋斗的人, 才会如此可歌可泣。 达郎经历了这第101次的求婚, 不再是他求别人, 只是现在达郎什么都没有了, 存款, 工作, 想要改变的考试也没有通过, 连求婚的戒指也丢到海里去了, 没有钱再买了。 就这样, 达郎凭借着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, 终于抱得了美人归。 虽然这剧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幕情景仍让我感慨, 剧极已落幕, 但星野君面对真爱时的真诚与执着, 却永远留在了观众的心中, 并影响着很多人的爱情观。 星野君面对的是自卑, 石垂勋面对的是厄运, 都有各自数年或者数十年解不开的结, 但我们看到的是星野君和勋身边的亲友们, 为了俩人而齐心协力共同面对的战斗线。 星野君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追求伎俩, 石垂勋也没有施展过勾魂大法, 故事就在这周边的亲友团, 似有意却无意的推拉中徐徐展开。 虽然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, 但珍惜当下, 善对身边人不就是编剧要告诉我们的终极道理吗? 好了,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, 创作不易,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, 咱们下部剧不见不散。